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逼则反兵 走则检视 紧随勿迫 累其气力 消其斗志 善而后勤 兵不血刃 虚有虎光 这一季的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于 重 就是在自己要 因为它在兵法上运用 兵法上运用在自己要进攻敌人 或者是说要打败敌人的时候 要勤住敌人 这个时候呢 由于自己的客观因素 也有可能是实际不成熟 也有可能是这个当时的力量还不够 不管是什么原因 就是要一下子把它逮住的话 好像还不行 这个时候就要重 所谓的重就是说 从表面上看是放开一马 实际上呢 是尾随其后 目的呢 是情 所以说这个欲情故重 可以用到很多方面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能够把这一个计谋用得非常的纯 很达到一个很高的那种境界的呢 那就是我们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的孔明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来者的这么一个战地 叫做七秦梦霍 就是他为了巩固少数民族地带 西南的那些少数民族 由于有很多的部落 所以说诸葛亮感觉到如果自己去把他们灭掉的话 会费离不讨好 怎么办呢 就发现西南有那么一个部落的一个将军 他在当地非常的有威望 虽然他们的部落特别多 但是如果能够征服这个人的话 那就意味着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就高枕无由了 如果把他打败或者把他杀掉 感觉到好像不起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他杀掉之后你走了 他们又可以起来谋反或者造反 所以说不如攻心 最后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收服他 为了收服他 他就用了七次 就是把他抓住 然后对方不服吗 好放掉 放掉之后又用记忆侧把它抓住 问他服不服 他还是不服 放掉 又把他抓住 连诸国梁自己的部将 这些将军们都觉得 应该像这种反复无常的人 应该把他杀掉 不要放他走 但是诸国梁还是把他放走 就是在他身上 诸国梁花了很大的心思和时间 这样来来回回就是七次 第七次 叫做火烧藤家兵 就是那个孟霍的那个有一支军队啊 他穿的那个铠甲是那种 原始森林的那种疼 一种植物的疼 通过油来反复浸泡之后 穿在身上 刀枪不入 非常的凶猛 诸国梁开始都打不赢 最后发现他这个 问了一下当地的那些 知道的一些老百姓 发现他这个最怕火 诸国梁一生都是用火呀 你看 火烧新野用火 一把大火 曹操十万大军烧跑了 赤壁之战 借东风 一把火 曹操百万大军烧跑了 其实里面有个很大的奥妙 曹操为什么会失败 是因为曹操的那个北方军 主要是路战 其实离开了这个路战之后 在水上 曹操的军队没有那么强 其实是很弱的 当然曹操认识不到这一点 曹操自己不知道 因为他只觉得自己 是天下的王者 无往而不胜 人又多 他认为人多就会胜 但是在水上 人多又啥用啊 如果都是汉牙子 进入水中 自己就沉到水底去了 再多的人也等于零 但曹操认识不了这一点 所以说诸国梁和周瑜合作 才能把他一把火 曹操就差点死掉 全靠官员长的义气 才救他一命 今天一样的 诸国梁发现这个可以用火宫 结果设下埋伏 那个藤家兵来了之后 诸国梁一把大火 这个藤家兵全军覆没 当然诸国梁自己也知道 这个是有因果报应的 但是他当时是为了 鞠躬尽瘁十二后一嘛 他必须要完成统一大业 没办法 但是实际上诸国梁因此 而缩短了几十年的寿命 所以说最终终于是出事未解 神仙史 他就是用了七星灯严命 我们到家的一个无上的一个法门 对那些寿命要比较短的时候 以它宜烂扎阵 可以用这个七星灯的专项 我们也因此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某些福报特别好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 十年二十年可以延长很长 但是诸国梁用这个正要成功的时候呢 突然他外面的一个将军不知道这件事就闯进来 是汇报军情 结果殆尽一阵大风 把他七星灯全部灭掉 诸国梁因此而身亡 红归东方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一次呢 诸国梁就终于打动了这个孟霍 孟霍就决定说 我这一生七月臣服 永远不背叛 就非常忠心 结果果然他说到做到 诸国梁的西南方就安定了 这个时候诸国梁才能击中全国的兵力 北伐去打那个曹操那边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狱青故众里面充满了阴险狡诈 充满了这种来来回回的逼迫敌人 我们在义工队里可不能这样用 我们义工队是什么 是东方常乐仙剑派到人间的一支部队 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慈悲 奉献 善良 诚信 忠诚 信用 这些品质 优秀的品质 深入我们每一个义工队员的身体 骨髓灵魂深处 深深事事 不会忘记 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说我们狱青故众呢 就拥有了一个善意 举一个例子 小孩子 有的小孩子他在某一个阶段很调皮 不想读书 玩游戏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贪玩 怎么办 欲情故众 我们要想他回头学习 我们要给他一个过渡 我们跟他谈条件 他喜欢玩什么 到公园 或者玩游戏 好 没问题 那就玩游戏吧 两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或者多长时间跟他谈 可以谈判 对待小孩子 也要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 就像商业的谈判一样 跟他谈 谈了之后 两个小时 玩游戏 玩了之后 你就必须来 听一下我们的 义工大学的三十六记 学一点成年人的智慧 或者是听一下我们的 倒数西游记 来了解一下 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些精华知识 让他过渡 他只要同意了之后 他就会来学 学了之后 他就会特别爱学习 我发现好多小孩子 听到我们倒数西游记之后 就对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只需要告诉他 你充满了好奇 你要探索这个宇宙 探索人间 你就得读书 你就得尽量的成为最优秀的学生 那这个小孩子被激发了这个斗志 他就会真的去学习 我们就会欣喜的看到 他的学习成绩步步走高 这就是欲请故众 有的人呢 年轻人 他们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也欲请故众 有的女孩子 他本来对那个男孩子很有好感 但是他又不能太过于的去接近 因为这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礼仪 也不符合一个女孩子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他就不能太走得太紧 就是松松紧紧紧紧紧松松的 一会儿走远一点 一会儿近一点 这样呢 既能够让大家保持一个友好 但是呢 又能让自己保持一个矜持 这些都是我们的三十六纪的一个善意 一个慈悲 那么在义工队里面 我们面对的一席人 有时候呢 对这个道性文化很有兴趣 但是有时候他一忙就忘掉了 像这些情况 我们的思考怎么运用 其实在这个三十六纪里面 用到这个义工队 注入了慈悲之后 具体还有多少个方向 多少种方法 其实师傅这里也没有标准答案 答案在我们每个义工队员的心中 我们可以去创造 创新 可以去思考 怎么去做 其实有些义工动摇了 甚至离开了我们 最后呢 他也可能会回来 因为他出去之后 发现外面没有他想到那么美好 忽然发现我们这个义工队里面充满了友谊 温暖 还有对未来的一个仙界的实现 充满了一个梦想 这个大的梦想需要大家 他又回来了 就像那个古代有一个将军 他最擅长使用叫做回马枪 马在前面跑 后面一个追兵来追 他突然回头 就会得手 所以说就是离开了我们的这些动摇的 这些义工们同学们 我们如果有好朋友或者是说和他有交流的都尽量去把他召唤回来 让他塞一个回马枪 我们依然表示拥抱和欢迎 我们这里是太一道戏 永远接受和欢迎任何一个希望解脱 希望回归本来面目 希望得到的善良的人们 我们希望人间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 我们到戏就拥有了更大的希望 而我们地球村将变得无比的美好 虽然整个过程它会有曲折 整个过程会有9981难 我们每个人包括今年的这个庚子 我发现好多人都不好过 感觉特别的难 为什么呢 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 所以说千万要补给勇气继续向前走 不要害怕这个困难 毕竟根子它总会结束 虽然它是一个六四甲子里面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太岁 但是它还是会离我们远去 美好的未来永远就在我们的前面 你看那个唐僧 圣悟空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 每一走一步 每一座一座山都有妖怪 妖魔鬼怪来捣乱 都有妖魔鬼怪来要想吃唐僧肉 最后呢 他们还是到达了 他们想到的终点 我们一样的 不仅要让我们本人到达终点 我们还要让我们的父母 长辈 爷爷奶奶到达终点 这是最大的孝敬 让他们回归到东方常乐仙剑 不生不灭 这是孝心 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回报 对我们的同年人朋友 尽量说动他们来学习传统话 小孩子呢 可以跟他讲条件 可以送他一个礼物 让他来听听我们的 道索西游记 来听听我们的一共大学 这样 老年人 中年人 青年人 小孩子 包括那些大学生 尽量让他们来 再听一听 在开始他不想听的时候 可以给他一个条件 当他听了之后 他自动的 不会再去离开 好的 具体的方法 道路千条万条 靠大家 每个人 发挥创意 但是记住 有的人出现物件 他觉得发挥创意 他就脑袋里面就乱想了 想了很多很多 和我们没关系的 那是错的 其实我们是非常聚焦和专注的 就像有人 听了师父的几百个小时的过程之后 学了几年 突然发现 其实师父讲来讲去 如果非得用 一个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的话 那就是 就是这几个简单的词语 如果从我们要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来说的话 那就是布施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施 供养水洗 就是这些词语 所以说它是非常的专注的 我曾经小时候用了一个 有一种三菱镜 上面对着太阳 下面对着一张纸 发现那张纸会燃烧起来 这是聚焦的威力 所以说我们的所有奇事妙想 都聚焦到 我们怎么把这个倒戏传播出去 这个是不能动摇的 这个是不能变化的 是很聚焦的 然后才是发挥 千万不要 把这个聚焦理解错了 不要把这个创新理解错了 就想到太乱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课程的传播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倒戏 而没有必要再去把其他的一些东西拿进来 有的人他把其他的一些老师的东西拿进来 把其他的一些门派拿进来 把其他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拿进来 这些都是错误的 要坚决反对的 我们只能专注在我们倒戏的这些所有的课程里面 发挥其次妙想 好的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继续写感悟 还不是义工的 希望早日进入我们倒戏 做天尊的义工 做东方常乐世界的预备先人 真人 好的 明天我们继续 他做东方常乐世界的预备 谢谢观看